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回来第二节,我们上完他空之后下深海 据我们所知,其实人类探测深海还有多深呢? 其实这么说,如果载人的话就心急有限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看到地球上最深海的深处 其实我们现在有那些深海探测船 是有人已经落过全地球 整个地球最深的那条海溝那里看的了 那就是在太平洋的玛利亚纳海溝 那个地方就应该,如果你看看太平洋的海图 大约就是在比较靠近这个西北太平洋的位置 我想近那些赛班岛和日本之间那里的海藏 说的是最深的地方应该有十几公里的 不知道是不是十三还是十四公里的深 那其实就非常之夸张 因为你想一下,地面上最高的那座山 说的是珠穆朗玛峰八千多米 但是你最深的海呢,比起最高的山呢 是数字更大 甚至乎我们那时候有拍过的 就是这个这么深的海藏 都是有人类的塑胶垃圾在那里 那这个就是说的是海洋污染的严重性 但是很值得问一个问题就是 最深的雨可以找到在多深那里出现呢? 那现在这段新闻呢,其实真是新鲜滚烂了 就看我们做节目大概两天之前才是新闻报道 但是看出来的那些鱼呢,我最初看下去 我就以为它是电脑做出来的,但是真的是这样的 这就是好几个问题的 那个生物去到一个这么深的海底 那个压力有多大呢? 这儿就,你咬我立刻给个数字,我给不了 但是你咬我继续数,我会计 所以深压力越大 那其实就是你跟随着你的海的深的程度成几个 那其实就都不难计到的话 你基本上你如果潜水的人呢 你潜得十米呢,已经是你承受 比起正常的压力多了一倍的了 那基本上每十米你就一直这样去加下去了 那现在说的是,这些鱼呢,是以公里计那麽深的 那你想想上面承受的那个压力有多强 那就是当它是在一个水压极高的环境之下去生存 那在这里呢,你见到整个那个生物呢 那个演化的结果出来很有趣的 它好像一个已经是一条刮了鱼 甚至是鱼皮都没有的鱼 就是一条滑鱼好像它叫做snail fish 叫做蝸牛鱼那样 那其实我觉得都挺像一督鼻涕的 那然后基本上它是盲的 它对眼就退化了 那然后它身体里面也都有在一个循环系统 有一些独特的物质 来令它是很适合在一个那麽深的压力之下的环境生存 因为它要保持住它身体里面那种液体的循环 那如果不是呢,它基本上就生存不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征就是,它没有预标 就是它不需要控制自己浮沉 它最好不要浮沉 就是基本上又可以继续沉 它纯粹靠自己游来控制住自己在多高多低那里去生存 那这个就是它因为在那麽深的深海里 慢慢造就到那个特征就是这样的 是啊,那你看到其实很噁心的 第一样东西当然有些人会怪的 吃不吃得的呢?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它在那个海底那麽深的 是完全没有光线的吗? 绝对是的,那其实你超过了一公里或者以下 你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就是光的穿透力 这个圆圆全全就是物理来的 你那些可见光能够穿透到多少呢? 那一路你越深就越黑 那其实就是因为水自己本身不是完全透明 就是说它简单一点的说话 水它本身可以很透明 但是它不是彻底地透明 所以光呢你穿得够深 它一样它就是会黑黑黑黑 穿不下去 它会一直有它的散射的效应在中间 那这个就会值得问 就是它就要在这麽深的环境那里 那它怎样觅食呢? 但是在讲这个之前 我先想起来讲一件比较重要的数据 其实以往,就是为什麽今次要特意 拿这个日本的研究来讲呢? 就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 在一个那麽深的深海那里去找到这些鱼 讲的深度是这个海底的8,336米 就是对应的是27,000尺那麽深 就是基本上就等于你由海面那里 向下插,插一个珠穆朗玛峰那麽深 8,000多米 那过往的记录是8,100多米 那这次在再深多200米那里都找到鱼 你说再下面那些会不会还有其他生命 那有都不奇 那你如果说那些生物那些会有的 或者会不会有一个简单一点的生命形式 那有都不奇的 但是你会想象到就是说 去到月底的时候 那种允许那种生命出现的形式 就会越少 因为那个环境越极端 还有没有光 甚至乎你想到就是说 会不会有一个 一个适合的食物供应在那裡 其实在这里都很麻烦的 你说在8,000米深的海里面 你又没有光 那你附近除了这种鱼 还有什麽其他供应到食物的机制给它呢 其实值得问的 如果它已经是最深那种鱼 我又假设它不是很积极地吃铜雷 不是靠吃铜雷 那它还可以靠吃什麽来生存呢 我假设它只剩下一条 它没有同类给它吃 那它在一个环境 它是靠吃什麽生存呢 那其实这个又要了解一下 就是海洋很独特的机制 在比较海边的地方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再小鱼 再小鱼吃浮油 浮油吃海藻等等 这些东西 就是一路过程 它们会吃也会磨 磨的 磨的时候呢 向下沉 一路沉下去 就是我这要讲的 就是那些这样的鱼的排泄物 甚至乎它的尸体 一路这样沉下去 其实就是说有一阵 这些这样的有机化合物 就由海面 透过海面上面的那阵生物 一路这样慢慢接力传递下去 有些比较浅海 或者深海的生物 它死了之后的尸体 或者它的排泄物 就好像一个鱼这样下去 一路滑下去 一路滑下去 这些这样的深海里面 那其实可以想象 这些这样的鱼 它靠食物呢 就是靠上面跌下来的东西 或者就是它上面 小小的那些 其他的鱼类都不跌 但是你去到就是说 在你在下面 已经没有其他鱼生存到的时候 你唯一靠找食物的机制 你就只能够向上找了 靠上面跌下来 而且跌下来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你不需要自己找到 不用去捉的 就是靠跌下来 你自己的口慢慢下 然后就可以拿到的了 所以你看到 这些鱼就是 它盲的都不要紧 它只需要 如果那个海底 你是八千多米去贴到海底 不用动 接着鱼上面有东西跌下来 它就吃 其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都很想去推敲一下 最深的海里面 可以容许鱼生存的条件是多少呢 去到万多米的时候没有 可以最深去到多少呢 之前找到八千一百多米 就是在马里亚海溝的附近 但是马里亚海溝它自己本身 就已经是十几公里了 你再下一点它都没有了 所以你真的不能去到海溝最深的位置 是海溝附近比较浅的那些位置 你都会找到八千一百多米 那里都有鱼生存 那这次就由日本和西澳洲这个团队 它就是一个比较再深一点 八千三百多米在那里 都找到这个有鱼 有某一种鱼的迹象 于是乎就叫做一个破纪录的发现 那也都对于我们就是说 究竟可以在多深 可以都还找到鱼的形资度更新一下 刚才我问到那里 就有几大那个压力 在海洋面面头的800倍 那这个就是一个数字 但是除了光线之外 温度去到深海又是怎样的呢 那这个又有些可以说一下 但是刚才台长你说800倍 其实计算又有几分 因为刚才我说了一个数字 每落十米多一倍 那你现在落了800个十米 八千多米 那就是800倍 其实就是这样赔上去 那说回温度那里 那其实呢 原来这次他们的发现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这么有信心 在这个日本对出的海沟那里 会有机会找得到更加深的地方有海的雨呢 那原来呢 其实其中一个最压力 是其中一个的因素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 当它那个海流里面 海洋的温度是多少 如果你那个海里面下面是有更加多热的来源的 比如说海底火山 海里面的断层的活动 甚至乎一些海流比较温暖的海水 能够流到那个地方那里 只要在那个深海边温度适宜 基本上就有雨 愿意落得这么深去搵食的了 其实就是 纯粹是那些雨就是在下面呢 反正都这么黑了 但是在下面太冷了 那就没那么弱 所以他们宁愿上上面那里找食 但是它又不可以上得太上 因为再上上一点呢 它面对它的竞争又会大一点 所以因为那个适且生存的条件 那个原则就是它就找到一个位 就是大约就是8公里左右 那就是生存地带 但是这个结果就是要很配合 它那个海底里面的温度那个条件 所以你说如果有一些更加深的海沟 然后它又有相对一个比较活跃的火山活动的话 那那个地方有丰富的生态 一点都不奇怪 那类似这些故事 其实是对于那个智利南部靠近南极那边 那些这样的海底的火山 说它的深度都有几千米的 就没有这个那么深 没有八千多米那么深 但是三千米五千米那些它有的 那里的生态很丰盛 找到很多不同的生命的迹象 那是不是说呢 其实以我们理解 我们在地面上面的生命那种的条件呢 是可以苛刻很多都仍然有生命呢 其实是 如果你不是限于鱼类的话 你还要限于所有的微生物 会自我复制的生命体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都说过 甚至乎我们可以呢 为我们去了解外星上面的生命的可行形式 会有很多的启发在那里 那譬如在海底那些热泉 那它已经在海底那里几千米那么深 又是没有光的 但是那里它的温度非常的温和 然后那个火山活动给到很多甲丸 甚至氢气 然后还有很多重金属去噴出来 那于是乎很多机会去促使 去吹化了这些有机化合物的形成 那接着那里又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形式出现 它们不是做光合作用的 因为没有光 也都不是吸氧气的 因为都靠氧气不是最找到的那样东西 那它可能就靠消化氢气和消化甲丸 来成为它生存代謝的一部分 就令到它可以有自己的能源供应机制 去维持它的生命 那这件事就算在地球上的深海 我们已经找到了 但是这次现在讲的这条鱼 它都是用一个比较靠近 我们地面的那种生命的形式 就不是由它海底獨立发展出来的 但是它就是因为那个演化的压力 所以它就要在一个这么深的海里 去适应你去适者生存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它原本在这个地方生长 还是它经过大家互相竞争 就是它们要走到一个没有那么竞争那么大的地方 才生存呢 就是说那个最深处的海洋 可不可能是一个生命发展的源头呢 应该这么说 我们现在很相信就是整个生命源头的故事 应该要由海洋开始讲起 就是先有海洋的生命 然后才有陆上的生命 那现在这种鱼只不过它在生命树上走了一条路 就是它选了去一个海的地方做适者生存 就是你可以适者生存的形态可以有很多种 那只不过它们这种鱼就是经过这么长期的累积 那于是乎就走上在深海等着吃的这条路 是啊 也就是说它找到自己一个生存的空间 但是现在知不知道这个数量是多少呢 那这个具体上我这种鱼是难不难找 我自己就不知道 不是 难找一定难为你 是啊 但是它会不会下面很多呢 我纯粹猜就我自己猜就应该会多的 那我估计因为它不算太多的对手 就是没有人跟它争取 它又够深 它也应该是最深的 会不会有些更深一点的呢 那现在我们暂时还没见 那如果它已经可以熬到这么深的 它已经在边缘那里了 那基本上它 应该这么说 只要那个海流的环境不要太极端 不要要它试炼得太辛苦 那它就有可以大量繁殖的条件 那就是说它生命的条件 其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 好过一个变化很大的状况 嗯 是的 那最紧的也是没有人跟它争了 那当然我也猜 你看到这个样子 你都不会想着特意捉它来吃 或者捉它来養的了 所以... 好了 这个就吃就... 那些人先试一试吧 好了 这次在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吧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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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